各位企友的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吴千元大师与其恩师赖约现作的著作 首经词典当中的精彩题目 本题白鲜 现在我们看到白鲜的两块鲜均未活颈 而且就自身眼味而言 是无法做出两只眼的 所以白鲜要想活鲜 只能冲击黑鲜的缺陷 试图连接或者吃掉黑鲜做活 而我们纵观整体黑鲜的鲜行 唯一有缺陷的地方 就是在星位的附近 首先我们看 如果白鲜在脚步冲如何呢 这样 如果黑鲜挡住的话 那么白鲜冲完之后 再叫吃 如此结果 外围靠就可以将黑鲜吃住 但是这个次序不对 先冲在此处 黑鲜可以弃掉脚上两颗子 虽然白鲜可以将脚步做活 但是边上却全部死掉 这个结果损失惨重 将其分析至此 很多企友已经发现了正确答案 此时白鲜应该 先从星位冲 黑鲜如果挡住的话 白鲜再断 这样 中央依旧有靠的手段 而脚步 这个冲也非常严厉 由于边上白鲜的气极长 黑鲜一旦被分断 无法与白鲜对杀 所以黑鲜大致只好沾 白鲜再靠 黑鲜沾的时候 白鲜搬住即可 这类的打吃没有作用 白鲜可以直接将黑鲜吃住 这是本题的正解 而如果在实战当中 算清这一系列的变化之后 在白鲜冲的时候 黑鲜正确的应对 是在中央将白鲜封锁 这样白鲜再沾回 白鲜达到了作火的目的 黑鲜也获得了先手 是最佳应对 这道题目非常简单 要料围棄网 将其列为了四级难度 不知道各位其有答对没有 本题就好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